事情发生在8月6号 一位女司机驾驶一辆白色现代SUV 从一陡坡上急速倒车 由于车速过快 路人躲闪不及被撞飞 随后一辆路过车和停在路旁的三轮车 也先后躺枪 至四车连撞 其中一辆商务车被撞下五米高的河滩 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请不吝点赞订阅